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掃描QRcode訂閱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川普跟拜登爭相競爭 封殺中國電動車關稅大戰 打得你死我活的同時 葉倫今天接受專訪說 中國事實上完全不遵守 各式各樣國際貿易的規則 而美軍現在全方位備戰中國 包含了準備了超過300架F35 瞄準中國也包含了美軍的空軍 建立新的AI戰鬥機部隊 而美國的智庫現在評估 台海只要開戰就是世界大戰 而且保證是世界級的災難片 好 於是各界高度關注 全方位的這個備戰 西太平洋第七艦隊的角色 路透社今天中午有獨家新聞 這裡頭追蹤 美國的海軍跟台灣的海軍 在四月份事實上進行過聯合軍演 事實上四月份美飛也在南海進行軍演 而南海的衝突現在也還在拉高跟惡化 但是各界高度關注的是520 那新德可能宣誓維穩 也這一個宣誓團結的同時 藍寧缺席的部分也遭受到國家的質疑 那各界另外一個高度關注的是 阿貝又被告 被告在加1之後 後面會有哪一些政治效應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彭夏大哥 大家好 再是周一航 大家好 再是台北市議員林嚴峰 大家好 再是張一善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王世堅委員 林官好 大家晚安 好 我剛剛講 520之前這個路透社獨家追蹤 美國的海軍跟台灣的海軍 在四月份進行了聯合軍演第七艦隊 現在對於中國的海軍 中國的軍事事實上非常強硬 好 韋航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捍衛南海跟台海的自由航行跟貿易安全 而路透社也獨家追蹤 美國的海軍跟台灣的海軍 四月份事實上進行了聯合軍演 好的 相信許多服役過的男性同胞都知道 取光日 每週要看 剛才給各位看的是美國取光日的內容 好 那美國傳達的是 西沙有事 南沙有事 美方第七艦隊在這邊活動 大家都知道從四月底到五月初 五月上旬都在進行肩並肩的美飛聯合軍事演習 然而路透社這個時候突然放了一個小消息 說他們求勝了四位內線消息人士 指出四月份的時候台灣及美國在太平洋的某處 有進行聯合的軍事演習 然而此次聯合軍事演習未公開 不過依他們所透露的消息啊 如果外界問起來 台美雙方第一雙方會共同否認有聯合軍事演習 但是呢他們不予置評的部分是 是不是有不期而遇 就是採用了美方的CVS 這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呢 他們呢基本上是私下表示 就是確實有這樣的狀況 射陸的艦隻總共有六艘 為了要讓它看起來真的很像在海上意外相遇 所以主要是由護衛艦資源艦補給艦 來呈現這樣子的互動的角色 好 那這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 主要是美方定立出來 如果我們接下來在茫茫大海中 軍艦跟軍艦不齊而遇了 我們該怎麼辦 該如何進行彼此的情報交換 甚至最基礎的物質補給 比如說你有難了我緊急來幫助你 所以美軍建立這條準則 並且傳達給其他的盟國 如果你們在海上碰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是跟美軍突然見面了 你可以用這套方法跟我們互動 好美方採取這樣的方式 來跟台灣進一軍也的確是非常高招啊 這樣阿公也沒辦法有什麼反應 就是碰到了 我們就是有幾艘船看到太平洋 美國也有幾艘船看到太平洋 我們就在太平洋的某處就見面了 然後彼此傳遞一些訊息 搞不好還丟一些包裹 送你一些東西 一切都是照規則來走 好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很明顯的這個消息 釋出又在520的總統就職前 顯然就是犯話要讓中國知道 美國一直有在動 不要以為肩並肩結束了 你到5月20號之前 你就有一個鬧事的空間 好然而中國也並沒有放鬆 在肩並肩結束之後呢 中國立刻透過了一些博主啦 還有包括官方媒體 立刻釋出了一些相關的消息 首先是陸的阿公的海警船呢 在黃岩島海域 這是在菲律賓比較偏北 在李宗旁邊附近不遠處的 黃岩島海域 要進行所謂常態化的訓練 好他進行的訓練就是有人落水 我們海警船要去把它撈起來 這樣子的訓練 好表面上是這個 就是很尋常就是海警應該做的事情 台灣海巡也都會做類似的事情 但實際上呢 他的南部軍區的四大主力艦 一樣都有出來 要注意剛才講是海警 海警那邊演練救人 但是南部軍區的主力艦呢 也都推進到黃岩島 好意味很明確了 他們就是要教育菲律賓的漁民 為什麼會用軍艦來教育呢 其實擺明的就是示威啦 好那這個消息並不是由官方釋出 而是由中國的特定的博主 去釋出了 顯然就是有所謂放話的意味存在 那當然呢 另外一批博主也釋出一個消息 在肩閉肩演習的同時呢 美國有B-52的轟炸機啊 他曾在承擔某些戰術任務 有在離開南海的時候 遭到殲-11的跟尖 一路跟到了台東的外海 好這當然是由博主放出來 一般來說中共官方也不會證實 我們只能從阿貢的航基圖去略作推測 有沒有發現這樣的事情 但他們之所以放這個消息 其實意在意外的就是 你們肩并肩在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在做事情 所以注意這個脈絡 肩并肩 美飛肩并肩在走的時候呢 阿貢看起來沒事 但事後找人發現說 我們有做事 我們有派殲-11去追 事後呢 我們有派海警船去黃岩老 警告菲律賓人 我們也會派主力艦 四艘主力艦 在南海去警告你們菲律賓人 同樣的台灣這一邊呢 也跟美國也放出一個像 那就是我們有聯合軍演 大家都在放消息 所以原則上來說 雙方仍然是 就是戒慎恐懼的狀態 因為美國一直警告嘛 在520之前 不要有相關動作 然後520之後呢 真的就要看賴清德的相關的談話了 如果賴清德的談話 也可以這樣放緩 兩岸格局啊 比如說像中時 他昨天開那個社論 這個引起他議論紛紛 到底什麼意思呢 其中就有一派的說法是 賴清德可能會釋出 對中國相對友善的訊息 那這個時候要給他一個面子 如果還不給他面子的話 後面藍營的戲會可能也不下去 好 但有這樣的消息放出來 那當然本來一些 不打安去的 要在議會乖乖乖備詢的 突然禮拜一都要請假 就鼓黨有幾個地方首長 包含盧秀燕張善政通通都會出席 他就在講話安 講話安本來是不去的 那盧秀燕是第一個要去的 重點是張善政啦 張善其實沒有人關心他啦 但他後來也要去了 那張愛真跟阿共的背景 大家我們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也談過很多 他跟解放軍背景人都有一些關係 好他現在會去 當然呢意識就慢慢呈現出來 就是好像大家要往善意的方向去走 為什麼 因為最近美國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這種兵推啦 或是所謂的未來學樂 他們去推啊 就是如果台海地緣衝突的話 幾乎是一瞬間所有國家都會捲入 不是說你站在外面就沒事 包括台灣阿共這一定捲入 日本一定捲入 韓國捲入 韓國捲入的朝鮮也都北韓也都捲入 那在印度呢 印度跟中國有衝突也會捲入 那最近非常熱血 不斷的發展前線的澳洲呢 也會捲入 在這樣的狀況 當然是第一波 就會有這麼多國家捲入 你就不要講說是後續的國家 所以原則上 過去我們都說台海衝突 是台灣跟阿共衝突 美國要不要介入的問題 現在已經不是美國要不要介入的問題 是第一波就有這麼多國家 會可能在開戰的第一時間就捲入了 那後續的影響有多大呢 好 所以就目前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間點 當然就是在520之前 大家期待可以看到 賴靖德對於這個問題上 有更主動的表現 比如說台灣不只是被動的出招 不只是在中美對應的狀況下 我們具有一個配合的角色 而是台灣能夠主動再多做一些什麼 我請教一下昆律喔 事實上路透社今天獨家追蹤報導了 美國的海軍跟台灣的海軍 4月份進行了聯合軍演 然後布文伯今天製作專題說 台海只要開戰就是世界級的災難片 這個災難片 美國智庫說台海開戰 事實上就是世界大戰 好這是另外一個層次 當年安倍晉三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現在美國智庫直接說 台灣有事就是世界大事 世界大戰 那也因為這樣 第七艦隊以及美國的軍事力量 在西太平洋嚇阻這一個 台海的這個軍事衝突跟風險的力量 是不斷的加大 對 那我們先來看這條消息 就是台美在4月軍演的這個消息 這是路透社發的消息 不像剛才講的那個中國大陸 這個博主發的那個叫路邊社 那個狀況不一樣 這個就很有趣了 路透社發的消息 他說他求證過許多位軍系的人士 但是有很多人不證實也不否認 意思是說什麼呢 這個是美軍方面放出來的消息 但是官方呢都不承認 那為什麼官方不承認呢 因為官方不想把事情鬧大 鬧到不可收拾 因為鬧大變成政治事件以後 老共臉拉不下來 老美臉拉不下來 這雙方又要鬧大 那放出 所以他放出這個消息的意思是告訴你 我們台軍跟美軍早就在一起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 台軍跟美軍聯合進行演習的區域 在西太平洋 他只用了一個很模糊的名字叫西太平洋 好 那我估計是在哪邊呢 就是在石垣島附近 好 石垣島附近呢 一般來說是台灣艦隊在暫時的疏勃區 就是台灣艦隊會往那邊疏勃 說為什麼山東艦啊 遼寧艦啊 都往那邊跑 他說我到時候你台軍 艦隊往這邊跑的時候 我就把你打掉 好 那台灣的艦隊一般來說 沒有像敦目艦隊那樣子準備充分的話 他跑不遠 好 所以大概就是跑到那邊去 好 那麼美軍呢 在這邊跟台軍進行 什麼補給啦 好 後勤啊 通訊啊 協作啦 好 這一方面的一些演習 而且演習不是一下下哦 那 那個是演習了好幾天 好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以後台軍的艦隊 往這個蘇柏區 好 不是逃命 而是獲得補給 就我這邊 那我在前線 噼噼噼噼把我的飛彈啊 打光了 油也耗得差不多的時候 那我不必回台灣補給 我直接往後面 我就可以獲得美軍的補給 好 那麼 這樣子我就有持續的戰力 好 所以它的意義其實是相當大的 好 那麼 第四個狀況是什麼呢 那這個其實是一種 就是我們 就是海陸空三軍來講 一般來說海軍 附有比較大的 所謂的外交任務 好 就歷來幾百年來 這個海軍大概都附有 相當強大的外交任務 它不只是一個 一個軍事武力的展示 它同時還有護航 通商 好 這種政治外交的任務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大概四年前就是疫情期間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 磐石艦的事件 好 就是我們有一個敦目艦隊 磐石艦開到帛琉去 對不對 然後它回航的時候呢 繞了一個大圈 好 經過了菲律賓 經過了馬來西亞 好 都有一些訪問 原來要停到新加坡 就新加坡太嚴重 然後艦上也有疫情 它就返航了 那據說 後來據說 就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它原本的航路 是要通過馬六甲海峽 那大家就想不透說 為什麼我們的軍艦 要透過馬六甲海峽進行演訓 那個其實後面又傳出來的 其他的消息是說 其實那一次原本 是要跟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碰面 做一些外交上面的行動 但是那個是純外交 這一次呢 它除了有這個軍事上的意義以外 那還是 還有這種外交上的這個意思 那麼美軍在這個時候 放出來這個消息 他其實就告訴老共 那我準備好了 我支援台軍 你不要亂動 那麼這個該準備的戰力 我第七艦隊的部隊 我的補給艦到這個地方 能夠來跟台軍補給的時候 我旁邊不會有沒有護衛的單位 我即使沒有派艦隊出來 艦隊太一會 那我可能石原島 或是其他地方的空中掩護 各種方面的準備 它其實都是有的 所以就告訴你老共不要亂動 我們其實有在看著你 這個是政治意味非常強的一種宣誓 那麼這個宣誓呢 它其實就告訴大家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以前一直在講說台灣不能打 好這個 這個打不過老共啦 然後什麼什麼東西啊 那其實 那在很多的地方都不是這樣子看的 日本最近有 我們最近市面上有一本書 是一個日本的中將寫的 那他退役的中將他寫說 如果台灣打起仗來 那日本的防衛計畫跟想法是怎樣 裡面就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剛才大家講的說 這個一旦打起來可能就世界大戰 美國日本 這個什麼菲律賓韓國 全部都會被捲入 澳洲也會被捲入 這個還是西太平洋自由世界國家 對面中國本身就是氏族 中國如果捲入的話 北韓不會閒著 然後中國跟俄羅斯 現在又是幾乎結盟關係 至少俄羅斯是會在後面支援中國 所以呸呸呸呸算一算 九個國家要撿進去 那就是即使不用核戰 那個也是一個 那慘無人道的世界大戰規模 而且現在是用海空的火力 四具外就打 大家要知道四具外打仗 跟面對面拼刺刀 有最大的差距是什麼 四具外打仗 會比較像打電動一樣 那個按按鈕的那個人 是沒什麼感覺的 但是他的彈藥所造成的殺傷力 會比你面對面拼刺刀 要更嚴重更大 所以佛格森就是那個歷史學家 還有他研究第一次殺大戰的 那個暫時經濟出名 佛格森就說那會更慘烈 會變成一個超級的這種災難片 等級的東西 那麼布隆伯爾也講這個 就寫了 他說 你們現在想像的那種戰爭的災 那一片 你還只是這樣隨便想想而已 他把它寫了一個場景出來 他說第一個反應的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的還不是軍事上面的東西 美國可能還在猶豫的時候 華爾街可能就已經先反應了 那華爾街的股票呢 那美股將暴跌20% 蘋果暴跌50% 為什麼 因為他還有很多零件在中國生產 然後NVIDIA也完蛋 為什麼因為他太多的東西都依賴台灣生產 所以這些經濟上面就會崩崩崩 整個崩掉了以後 那就會產生那種 那種民眾大牌長榮 去到ATM上面去領款 這種經濟恐慌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要什麼 那個時候FED要做什麼 加息減息 那一點也都沒有 沒有人在理打仗起來 沒有人在理什麼加息減息 這麼些微的東西 那麼這些事情呢 一連串的發生了以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武力 然後進犯 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種武力的進犯說 我們現在大家都承諾說 我們只打軍事目標 Contra military 那只打軍事目標 這是理想狀況 事實上 比如說中國的網軍的大樓 在哪邊 市區裡面 那這些網信辦在哪邊 市區裡面 武警部隊算不算 那他也在市區裡面 這些單位 被打下去以後 怎麼會造成 市區的毀損 跟附帶傷害 所以 你真的這場仗打下去 不是 不只是整個 西太平洋的這些島國 或這些國家會受損 中國也要受損 好 整個的東南沿海 事實上 那全部的可能都會完蛋 然後比如說 那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大江在工廠在東莞 好 那麼你拿無人機去炸了美國的航母 請問美國要不要炸你大江的工廠 那麼大江是一個生產鏈 它整個區塊可能都會被炸光 好 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大家認為說 千萬不要打 台海只要一打 那就會造成 超級嚴重的後果 所以現在其實美中兩方都激了一股氣 好 都要找地方發洩 好 因為它面子上掛不下去 所以都 南海的衝突為什麼會越演越烈 好 然後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用語裡面 只要他說要教育 嗯 某一個事情 他其實意思就是教訓 嗯 那那菲律賓也也跟你玩灰色地帶啊 那他他他現在的民間組織就說 我要到黃煙島去插浮標啊 去插旗啊 或是我要在那邊辦帆船賽啊 我要在那邊玩什麼東西 我來跟你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請問你中國要怎麼辦 中國你派了四支軍艦去 你沒有用 你同樣沒有辦法去應對灰色地帶 那灰色地帶的處理 我大家記住 灰色地帶 他就是游擊戰 毛澤東十六字真言 敵進我退 敵柱我擾敵皮我打 然後那個敵退我追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疲 就是如果你疲勞了 你放鬆警戒了 他灰色地帶他就會成功 意想另外一個戰場是阿伯的被告案件 今天再加一 沒錯這個被告案件就是鍾小平所告的 所謂的第一果菜市場的案子 第一果菜市場又是中工集團 又是沈慶晶嘛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過去常常阿伯會說 為什麼我要圖立國民黨的中常委 沈慶晶嘛 結果這個案子是最後一塊拼圖 拼出來的結果就是你跟沈慶晶有直接的關係 先講果菜市場為什麼這麼詭異這麼奇怪 因為他叫做預算不足 減向招標 一般來講說我兩棟大樓減向招標 我一定先減掉一棟 我先蓋一棟嘛 不夠的我在跟議會爭取預算 但是阿伯的減向招標是從中間減 本來要蓋八樓蓋到五樓 本來蓋六樓也蓋到五樓 然後情緒勒索我們議會一定給追加預算 不然這兩棟都會變成爛尾樓 而這樣的減向招標方法 非常容易叫做圖立廠商綁標嘛 因為一般廠商如果我只蓋到八樓蓋到五樓 我不會去招標 但是中工集團是不是因為得到相關的消息 所以他們願意蓋一棟爛尾樓 因為有人承諾他一定會向議會爭取預算 所以他才願意去拿這個標案嘛 這個就是鍾小平去告所謂柯文哲裡面 他有可能涉嫌綁標的問題 而今天他也被列為他治安被告 而回過頭來柯文哲跟沈慶晶的關係 就是被他的前幕僚就是小牛柯玉安說 他常常在市長次看到沈慶晶啊 見沈慶晶的次數 一根手指頭五根手指頭都數不過 要兩隻手指頭才數得過來 光小牛就看過好多次 表示他說市長市人都知道嘛 所以市長市人都知道的時候 我就要問柯文哲 因為我負責過行程安排 我非常清楚 像這樣的大老闆不是說不能見市長 通常叫做正式拜會或正式會議會通過 譬如說他要爭取容積率嘛 就透過都發局簽報上來 核定會議一定會有紀錄 但是他見了那麼多次 現在議員去調資料 竟然沒有任何一次紀錄嘛 那你在什麼時間點見到他 而且他可以到你市長市 所以我才質疑說你是不是利用我幫你設計到 簽公文的時間 因為市長是裡面的會議一堆 所以會留一些時間給市長叫簽公文看資料 或者休息的時間 所以以前我實際安排 每個禮拜大概會留兩三個時段叫簽公文時間 你是不是利用了這些簽公文時間 在所謂的接見財團嘛 而不只是白天接見財團 晚上這之前我幫他設計的規定的SOP 他常常就是有非常多的私人行程 這些私人行程 只有柯文哲可以自行決定 輸入要不要見 第二個他的保命原則叫做別人都看不到 只有柯文哲看不到 包含我們管理行程都看不到 因為柯文哲自己輸入 輸入的時候他都會寫私人行程或施 然後一個逗號 很奇怪他為什麼要打逗號 我也不知道 到現在如果我見到柯文哲 我一定問他 你為什麼要打這些私人行程之後 後面要加一個逗號 表示他這個東西 只有他知道叫保密原則 另外只要他一輸入 我就必須把別人的行程全部排開 這叫重要性原則 這些見這些人的重要性 高過於其他任何行程 所以柯文哲跟建財團的次數 這麼多次 難怪會不斷的被媒體暴露 說他常常半夜去施建財團 走後門到旺旺集團 繼續見旺旺董嘛 這些東西柯文哲都必須跟大家解釋清楚 你過去講的所謂的公開透明 你過去講的說財團用刀叉吃人肉 結果你跟財團的關係 比任何人都還要接近 回過頭來講到沈慶晶這個進化成案 許淑華又爆料了 許淑華這個料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到底有沒有涉及 所謂的圖利的問題嘛 因為阿伯可以說沒有啊 我所有東西都是經過都委會的都委會議 和合議制來決定嘛 最後是彭正森來簽了名 但是許淑華這個東西也是最後一塊拼圖 也就是說市府裡面有沒有人贊成還是反對 結果發現市府有一個案子 跟沈慶晶金華城在互告嘛 而金華城告的這個主體就是說 原本核定他560%的容積率 他要爭取到678% 市府告贏哦 但是在告贏的前兩個禮拜 剛才講的柯文哲跟沈慶晶 接受那個陳慶晶就是前兩個禮拜 你明顯的知道市府會告贏 而且後來是告贏 而且人家爭取的叫678%的容積率 結果你透過接受人家陳慶 給的容積率叫840% 標準的要五毛給一塊 也標準的代表了 全市府是跟金華城在互告的 而且堅持的叫做560% 市府是支持560%的 那只有兩個人現在只剩下兩個人 願意給金華城所謂的840% 那這兩個人就是 就是彭政生跟柯文哲 而彭政生跟柯文哲 未來在法院裡面必須解釋 為什麼你市府告了金華城 結果你還要給人 如果你解釋不清楚 這兩人就同圖利罪的問題 先不講金流對家關係 但就有圖利罪的問題 而圖利罪是彭政生給的 還是柯文哲給的 這就要他們兩個人之間 去做好所謂的 到底你彭政生要不要當李樹德嗎 如果你彭政生願意當李樹德 所以我扛起來 那就是你彭政生有圖利罪的問題 如果你彭政生不願扛 柯文哲這件事就阿伯的事情打掉了 那我最後用一個結論 就是黃國昌說吃便當理論 說柯文哲吃便當吃得很快 所以阿伯很清廉 這句話我覺得黃國昌在偷臭柯文哲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吃便當很快 所以吃相難看 因為吃便當很快 連刀叉都不拿了 整碗香氣來吃 請教嚴峰議員 你怎麼觀察今天的發展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有開了一個記者會 看的 因為主要是昨天柯文哲自己開了一場直播 他說要直球對決 但我看了之後 我發現他的球好像不見了 連球都沒有拿出來 今天我又特別提了一個新的市政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北市科第二次招標的時候 當時標規已經公告上網 那廠商呢 他都會有一個招標文件的 事宜的時間 當時星光仁壽就提出來說 是不是能夠納入所謂的財團法人 跟社團法人來做投標 但是公告的標規裡面 其實並沒有這樣的資格 第二個他們的訴求是說 希望能夠這個延長公告的時間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提出 就是說他希望能夠讓他旗下的星光醫院去做投標 那因為醫院他都是財團法人 但是他如果要投標 他必須要取得衛福部的同意 所以時間必須會拉長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當時這個是星光仁壽他們提出來的意見 禪發局就同意了 當時他們就用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就是說可以讓這個標規企圖的來做更改 然後就用這樣子的內容去做簽合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這個是最後他簽合的結論 寫說 那這個文呢 他就一路的簽 簽上來呢 給了柯文哲 柯文哲在什麼時候核准的 109年8月26號的下午4點37分 可是這個文後來到了正峰 是被正峰處的科長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科長是在8月27號也就是隔天的下午 就把這個文給退回了 為什麼退回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邊後來 科長有寫了他的意見 他就寫說 基本上我們要做這個標規的更改 是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廠商來 但是如果依據星光人壽所提出來的意見 變成就是只有特定的廠商 能夠來標了嘛 到最後結果是醫院來標 就不是我們後來所希望的這些科技啊 生技啊軟體的這些產業來 所以第二個他也認為時間 公告的時間是夠的 所以他就說 希望維持原公告條件跟標期 這代表什麼 在第二次招標的時候 柯文哲他是不是也聽了星光人壽 企圖改標規 而且還上了這個公文 柯文哲還簽了 可 如果不是這一個正峰處的科長 把他給擋下來 那是不是星光人壽其實在第二次招標 當時是十六十七十八 是一整塊地喔 還不是只有十七十八 並這星光人壽整晚跑去 就沒有現在的金人寶了 那我們又去回頭想 如果假設當時星光人壽 如果真的把三塊地一整塊全部都飆走 現在放在那邊揚草的話 這是不是最後的結果 這當然是我們要提出質疑的 再來 我們在整個北市科的案子 一直在講 原大人壽 他到底這個訪談會議有沒有出席 有沒有開 今天這個關鍵人物當時的林玉宏副秘書長 他今天在台中市議會面對議員的諮詢 他說 只要是他主持的會議均會簽名 換句話說 這個爭議點是在 所以那個兩個重要的會議就是他沒有主持嘛 但是我給大家看 現在市府他們所提供的這個兩個紀錄 一個是誰 一個叫做原大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個就叫星光人獸 關鍵的這兩個都是林玉宏他沒有簽名的 其他的他都簽名了 可是你看到上面的這個會議主持人是誰 他還是寫林玉宏 那如果套到現在林玉宏他今天所講的 如果是他主持的他就會簽名 那這個算不算是偽造文書 現在的新政大概社會大眾會比較傾向於 相信就是現在原大人獸所提出來的說法 包含三封email 因為他畢竟他在十一月六號就已經告訴市府說 他對北市科的案子 他並沒有投資的意願 那再來十二月十五號他知道他自己內湖BOT的案子沒有拿到 一氣噗噗嘛 後來十六號他是想要跑去理論的嘛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昨天的那一場記者會 他還是沒有告訴大家說 那你到底能夠提出什麼證據 他就只有出一張嘴 甚至我認為他連準備都沒有準備 因為他沒有拿出任何的這些可以佐證的公文的資料 再來星光人獸我覺得他的態度也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子說 星光人獸他在這個月 他接受了這個某個媒體的訪問嘛 他當時有講到 他說對媒體問他說 他對於T17 18的到底有沒有要去移轉地上權的問題 他回答說暫時沒有 可是經過我調閱資料發現 他在今年的3月28號當天 他就約 那個時候我們市府還沒有爆出這個事情來 結果他就約了台北市的兩位局長 包含最關鍵的法務局還有地政局 兩位局長還有五個科事的科長 這些科事的主管討論什麼呢 討論地上權的移轉 所以他一方面跟外界講說 我沒有要做地上權的移轉 但是他私底下偷偷摸摸的又跑來問地上權移轉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過去看T17跟T18 我們還是重新的強調 第一個柯文哲為什麼你的投資計畫書T16要 17 18不用 再來權力金為什麼差了將近快要一半嗎 再來我剛剛今天也提出這些相關的細節 那我覺得柯文哲昨天面對這個直播 他根本就胡言亂語 甚至他的發言人 他竟然去講說T17跟T18 是因為人煙稀少 所以價格比較便宜 我告訴大家T17跟T18 他的位置其實離捷運站是更近的 而且他跟T16真的就是只差一條馬路 走路大概幾秒鐘吧 五秒 五秒就到了 你告訴我說這個叫做人煙稀少 我甚至懷疑他的發言人 到底是不是沒有真的去現場 看過所有的位置 不可以這樣子亂講話亂發言 這個其實對於柯文哲未來 他要面對司法的調查 你們現在所開的這些直播的內容 都將會成為未來的證據 請教市監委員 怎麼觀察阿貝今天又被告 您關今天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已經證實 柯文哲在擔任市長期間 建了審慶金或其他財團的這些負責人 他都沒有登入連政平臺 我認為光這一點就是非常值得可疑 很嚴重的事情 說實在話 如果柯文哲涉入這些弊案屬實的話 我只能說柯文哲是四個字 最佳一等 我先從柯文哲 其實柯文哲一向為什麼他建這些財團 都不用去登入連政平臺 他是這麼要求他其他的局處所長他的幕僚啊 因為柯文哲一向 他就是言以律人寬以待己 柯文哲的檢討都在檢討別人 他從來不檢討自己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是最強的最棒的 他都是靠自我管理 他完全不必他律就對 那麼比方說他我為什麼說他最佳一等 因為過去柯文哲的在政治的崛起 他是以傑諸白色力量 他號召年輕創新改革 他以此來獲得他的政治能量 跟所有希望改革的朋友們 尤其是年輕這一輩 對他抱以那麼厚重的希望在他身上 而他當初取得首都市長第一任的時候 尤其他還弄了一個叫做參與式預算 也就是讓公民來參與 讓年輕朋友讓社區來參與說 對你們認為所需要的預算 那你們來提議 那市府也當一回事 來編列來審查 那他當然他也對待遇政治 對我們議會 比如說在監督上在執行上 在考核上面有哪一些書師的 他也提出他很多意見 煞有一回事 說實在話 如果光是看他寫的那三本書 還有他第一任市長的政策作為的時候 你確實會被這個柯文哲所炫獲 所對他產生這個迷惘 迷戀 但是這次讓大家很意外的就是說 他不但涉入這幾個 閉案喔 檢察官調查喔 而且林寬還不只一個 也不是兩個三個 現在加起來連今天 鍾小平議員去提告第五個 那這第五個 第一果菜市場確實 現在來看 確實有很多值得一律的地方 第一果菜市場這整個工程 是一個統包工程 林寬這是一個turn key turn key的意思就是說 我政府啊 我訂購人 我就要這樣子的一個市場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我就交給你啦 我就整個統包給你這個廠商 那為什麼叫turn key 就由你 你去找建築師設計 你去找你的營造廠來施工 那你過程 建造的過程 你也用PCM 也你自己一個自主的檢查 到最後你做完了之後 你就整個完成 你把這個鑰匙交給我 這個叫turn key 好啦turn key的工程喔 又有別於其他工程 整個工程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 這麼多年來 包括國外 沒有一個說統包的工程說 那我蓋蓋蓋蓋蓋蓋蓋 蓋到這個統包工程的這一個 包去了之後 他因為預算 我剛出只給他到七成 所以後續我要再追加重新招標 因為你這麼大的金額 你一定要重新招標 可是統包的工程沒有人 絕對沒有人願意再來標這個 為什麼 因為設計就在這個原始去承包 的這家廠商 設計也是由他設計的 所以這種統包的關係 這個介面太多 多到連設計都是人家 別的公司設計的 所以他會暗藏許多 你根本後續來標的人 讓你不敢來標 因為你連接都不敢接 他有預買很多 你沒辦法處理解決的問題 只有他掌握建築師 他原有來設計 才可以處理的 所以這個所有懂工程的人都知道 那這就回到說 為什麼柯文哲會涉入這些弊案 我認為我寧可相信說 柯文哲你這個人就是自大狂 你自以為你智商157你最強 你什麼都懂 其實除了醫學以外 你什麼都不懂 那他就是這種死人個性 這一次就是踢到這個鐵板 踢到這個鐵板的結果 他不曉得在這樣的過程 當你失智密會這幾個財團 而這幾個都是這幾個弊案 背後的大老闆們 你竟然你還傻傻的失智密會他 那當然就讓大家不得不懷疑 第二點當你覺得你什麼都懂 你要來決定的時候 你看所有 現在直接指揮 像指揮 直接指揮進化政案 交付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就是他 他下了條子 因為你以為你最懂 那你什麼都不懂之下 下面的部下剛好樂的 把所有事情都推給你 所以一切都是你直接下條子 你發號施令 那你先前又密會了這些老闆們 然後再來你又下了條子 你直接密密命令 那這樣子我說實在話 柯文哲到現在為止 除非他有更好的說明跟解釋 否則我認為近乎 卻罪證卻凿 那罪證卻凿 說實在話 現在他治案來把他查的時候 我認為這傳出去 現在我們所瞭解的多數的年輕朋友 像我昨天去東海大學演講 我這樣看了一下大家 兩三百位的同學們 我大致問了一下 其實很多人已經對他 對柯文哲抱以失望 已經就是轉頭過去了 不想提他了 所以我認為到現在 柯文哲原先本來算是機油股 他現在是一下子被打入全核交割 那如果檢察官再查 查到這些案子背後 如果有金流 不管是跟你柯文哲的金流 或者對民眾黨的金流的話 如果被查到有的話 那我認為不但柯文哲 連他的民眾黨都會直接 從全核交割直接下市 好那我請教彭校大哥 坑哲當然這個網路的流量聲量支持度 現在也銳減 那他今天再列為被告 那他的命運發展當然也會影響到台灣的政治版圖 不過各界另外一個短期高度關注的是 下個禮拜520 那包含賴清德的兩岸論述的定調 也包含了北京方面會如何反應 然後呢在台灣內部 這個藍白兩黨如何反應 那妙就妙在昨天 中國時報的社論 一改平常各界的預期 呼籲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要參與520不要變成中華民國的罪人 中國時報的這則社論出來以後 蔣萬安就說他的行程 他考慮要怎麼樣來調整一下 哎呀可見的蔣萬安 這個居然是看中國時報的社論辦事 這個顯然說這個中國時報 還是代表了某方面的意見嗎 他放出一個主要的訊息 就是520應該可以平安的度過 問題就在於說 欸等等等等 520平不平安是中國時報說的算 對啊所以說很微妙嘛 我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比較妙的是 國民黨一堆抵制的人 這個矜持文章之後呢 這個盧秀燕說參加 蔣萬安說參加 張善政說參加 那表示說中國時報的意見 他們相當重視 是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難道是因為蔣萬萬的關係嗎 我不知道 所以說 實質影響力啊 對於參謀參加520 都有實質的影響力啊 對所以說 我認為說中國時報 當然大家都知道 它代表了某些方面的意見 那這方面的意見 會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裡面 釋放出這樣的一則訊息 當然這就是表示說 這個兩岸之間 原來紅黃燈的突然好像變成了黃綠燈啊 好像是有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我相信這裡面有很多因素 那會不會反的來說 反的來說 反的來說 中國時報的經營者也意識到 其實他在台灣的自由跟安全非常珍貴 就是搞不好中國時報的經營者也意識到 相對於如果選擇一個對中國立場相對軟弱的跟相對強硬的 搞不好對中國立場相對強硬的政治領導人 對於各種台商都相對有利 對 那麼當然我希望蔡旺能夠注意啊 剛才陳寗官的這個表達的啊 什麼叫善意 這就是陳寗官的善意 那麼 沒有沒有 陳寗官只是就事論事 簡單講 今天的局面 我今天看到那個以前中國的首富王健林 抱瘦如骨 這沒了啦 還能活著都感恩 還會呼吸都感恩 所以呢 在中國 所有中國的有錢人 通通要嘛財富我被沒收 要嘛有些到現在生死不明 那有些人就是我講的 就算是受到只剩骨頭 還會呼吸都要感恩 對 因為有些人已經失蹤了 十年八年了 什麼蕭建華那些人 失蹤超過五年六年 那些人到底死了活了 殘了沒有 都不知道嘛 這是第一個發展 那至少台商都還活著嘛 是不是 但是郭台銘還活著啊 郭台銘股票最近還創新高呢 他旺旺也活著啊 其實所有台商都活著啊 那很多人都很胖喔 都沒有股瘦如財喔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台灣沒有被中國統一喔 這些人的財富才能有保障啊 生活才有保障啊 人身自由才有保障啊 你看香港一堆富豪 現在也苦哈哈慘兮兮的啊 那所以相對上 相對上 真的讓台灣被統一了 請問 包含蔡衍明在內的所有台商啦 其實任何一個台商 請問對你真的有比較好嗎 如果說 連現在殘留在中國的台商 都要拼命地爬出來的話 傷 受傷的是誰啊 受傷的是中國嘛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 所謂的黃台之瓜 不堪在責 所以他怎麼樣子來避免 更多的負面的結果 我覺得現在是他 必須要考慮的一個現實狀況 在這種狀態之下 當然這個 意味著說兩岸之間 未來能夠怎麼走 當然賴清德本身也知道說 他一定要做一些修正 在這個 因為有人就講 到底賴清德會走陳水扁路線 還是走蔡英文路線 正好在這個時候 有人放出說要特色陳水扁 我相信說 如果真的做了這個事以後 人家接著想 他可能會走陳水扁路線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會走 我會走